大家好,继续关注土工中国的热闹事,土工中国的老百姓日子不好过,我们说过,当官的日子更不好过 说这个西包子全国正在大清洗,有一个时间节点,就是所谓的每年的8月份的 8月份的北戴河,整个8月份都在北戴河开会 北戴河这边呢,要确立几件大事情,不知道是什么事情,目前还不得而知 但是呢,一定要把有些个不买账的人,不服气的人,不听话的人,不与习主席保持医治的人 全部给干掉,从上到下,一个都不留 全部给我收拾干净了,然后西包子就好,亲自撸袖子,长须置入了 是吧,飞牛之下了,就这么干的 说这个现在,习包子在北戴河会议之前,要全党大清洗 从乡镇的党委书记,到这个党中央国务院的所谓的太监们 一个都不放过,只要不听话的全部搞定 说这个今天爆出的最大的一个消息是国防部的新部长 李尚福被查,李尚福是当他的习近平的人 李尚福是被美国的官方制裁的人 对吧,李尚福前一段时间在新加坡,美国的防长,国防部的防长 要求爹爹拜来的,要跟这个李尚福见面,谈一谈,沟通一下两个国家的军事情况 不见,是不是,为什么不见呢,因为习主席不让他见呢 所以他是习主席的人,怎么又传出这个李尚福被查了 我是真是蒙圈,真是蒙圈,但是你仔细想想我们以前说过的啊 习包子在这个二十大霸王殷上宫的时候 我一直认为他是搞不定的,因为军方没人 军方的人都基本上不是他的人 要么是老江的人,要么是这个胡锦涛的人,是不是 不太可能是他的人 就是军方习包子没有在军方正二八经待几天 他没有根基,他不行,所以很多军方的人不买他的账 可能真的就包括了这个国防部的部长李尚福 这个故事如果是真的话,那就跟秦刚一样的 李尚福是习包子亲自提报的国防部长 是不是,之前的魏丰和是老胡的人,胡锦涛的人 已经把他拿下了,这会儿李尚福也拿下了 说明李尚福和魏丰和是一伙儿的,这怎么玩呢 要我是习包子,我真是绝对是不举了 绝对是瞎的是松下裤袋子了 国防部部长李尚福居然对他有二心 这个东西我是表示怀疑的,说实话 为什么呢,那共产党的那帮孙子他也没什么价值观 土工的,中国的所谓的桃园三接一都扯淡的事情 都扯淡的事情,就是熙熙攘攘,历来历往 这是正儿八经的应该是什么呢 就是什么呢,就是你一人得道是鸡犬升天 一人就是倒霉,是不是 就是所有人都是什么,都是树导,就是活存散 所以这种东西啊,我是不太相信李尚福真的跟习包子过不去的 那一定是有什么别的事儿,一定是有什么别的事儿 什么事儿呢,就是国防部这边或者军委这边 有两派互相给对方挖坑,就跟秦刚一模一样 其实你想想,习包子面对秦刚和面对王毅 这两个人都是他的人 王毅是完全听习包子的战党的外交 王毅自己他不是个战党,他就完全是尾随模仿 是不是效忠习包子,把中国的外交搞成这样子 那秦刚也是啊,秦刚是习主席亲自提拔上来的人 提拔上来的人,两个人都是他的人嘛 他两个人斗起来了,互相给对方挖坑 然后习包子呢,就是一会儿搬上去,不知道怎么办了 为什么秦刚是拖一个月才最后拍板才有一个结果呢 而且还保了,他是不是 我刚才问了韦晶的几个人,他说这个李尚福的事情也是这样子的 国防部有两派人马,或者军委有两派人马 是吧 双方的其实都有点舔细胞子的,因为细胞子是老大嘛 但是双方呢,彼此都看不上 完了以后呢,就互相挖坑,李尚福的给威风和挖坑 威风和也是有人的呀 是不是 所以威风和也是要给反过来要给李尚福挖坑的 互相挖各个的人嘛 然后呢,所以这就是黄仁宇老师说的嘛,黄仁宇老师的万一十五年 我现在你回过头再看一看 万一十五年,其实说白了 他搞了一个很大的词 什么大逆史啊 什么中国在明朝的时候,还在搞这种 朝纲时代,没有一个人是成功的 从皇上,是吧 到这个张巨镇 然后到这个将军,是吧 然后到知识分子,你去看吧 一个一个的都是灰头头脸 诸狗不如,所以我经常会说这些话 中国人呢,无论你生活在什么时代 你都是生不如死,死不如生 就是这样子的 就没有一个人成功过 就没有一个人有好儿子过 你看土工的历史是不是这样 毛泽东下场好吧 那不好,刘少奇下场好吧 不好,林彪好吧,彭德海好吧 是不是,不好,博弈波好吧 是不是,他不好 你想想是不是,胡锦涛好吧 他不好,邓小平好吧 邓小平也不好,为什么邓小平 你搞点钱,邓小平他为什么没让他儿子当官呢 是不是,据说这个邓小平的儿子 邓不方,习习包子好多次要动他 他不好,他非常没有安全感 你说这个李先念,李先念自己的女婿 都为习包子整的不要不要的 好吧,他没有一个人好 这是中国社会从古到今的真相 所以他们都过得不好 你做一个韭菜做一个老百姓你会好了 所以你说这个李尚福和这个威风和互相挖坑 我觉得有点意思啊 还说这个军委副主席张有霞非常的危险 军委副主席张有霞 他这个人肯定是以后要被造历史的骂名的 这种人就是什么呢 就是你 习主席习近平霸王印山光打破土工的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领导干部的退休制度 这是我说过是土工中国1978年以来唯一的一个政治制度层面的一个陈旧或者一个制度 是不是 结果被习包子给打断了 那你始作俑者是习包子 帮生就是什么 就是张有霞 就这么简单 因为你张有霞 你本来就是军委副主席 是不是 而且你到年纪了 习包子可以提一个何东阳 是吧 那当这个军委副主席 但是你张有霞到点一定要退 你不退 习包子也不退 你们两年时候就是开倒车 这种人呢 习包子最后一定要弄死他的 一定要弄死他的 我跟你说的有些个段子绝对不是我编的 我是北京的兄弟们告诉我的 张有霞现在习近平跟他绝对是分庭抗议 习包子暂时搞不定他 但是一定会搞定他的张有霞其实比这个什么李商福 比什么威风和更加危险 是吧 说不定人头多地都有可能军委副主席 进秦城的 又不是没有 郭伯琼 徐太后 总归找个理由弄死你 所以人呢 有的时候做事情呢 有些还是要有底线的 有些事情不能做的 做了你就完蛋了 就得饶人处且饶人 所以你不能够把规矩打乱 规矩打乱了以后 他对所有人都没有好处 就是这样子的 你像美国的情况也是这样子的 美国的民主党把规矩打乱了 没有法律 没有秩序 一通乱搞 你以为他们有好日子过吗 你看现在拜登 那个丑闻缠身 我不知道他怎么办啊 我现在对美国的事情 我都不想说 顺嘴说一嘴 你看奥巴马 最近也出事了 他们家的一个厨子 突然莫名其妙的身体被儿棒 就给死了 还是在河里淹死的 各种漏洞 根本就无法说服人 到底是不是奥巴马自己搞死的 总归就是麻烦缠身 那不好过 所以奥巴马的律师团 就建议奥巴马最近一段时间 不要抛头浓面 隐心埋名 还说这个奥巴马要可能要流亡他国 那倒是不大可能 因为现在这个司法全在他们家手上 你也奈何不了他 我的意思是说 你如果做了一件突破底线的事情 你一定会有无数个可能性的灾难 会降临到你的头上 我们讲完了这个高层的内斗 我们讲一个底层的一个小 小鸡巴关的悲惨命运 说这个湖南常德士 说这个陶渊县县县委书记叫庞波 传出消息 说这个在他们家里搜了很多钱 搞了很多钱 知道吗 完了以后呢 就自己跳河 从一个高高的桥上面跳下去 给淹死了 这个庞波呢 我以前听说过他啊 他年轻小年纪了 小我们好几岁呢 是不是应该是小兄弟了 是以前听说过他 跟我是一个县里面的 起点还没有我高 真的我一开始搞的时候 我因为文章写的比他好嘛 我爬的挺快的 但是呢很快他就是蹭蹭蹭就往上爬 现在的官员是什么官知是什么 是常德士副市长兼陶渊县县县县委书记 这是一个很有实权的人 是不是在市里面他是副市长 然后在县里面他是县委书记 我们我们知道县委书记那是土皇帝啊 是吧那在一个县里面的一言九鼎呢 陶渊这个地方啊也是不错的地方啊 江南附属之地啊 陶花园的所在地 是不是结果自己就挑河死了 我所了解的啊 这个人他为什么爬这么快呢 是因为这个什么 以前的常德士的市委书记 也姓庞啊 他们应该是亲戚啊 应该是亲戚 我没有考察过 我估计是姓庞 因为你无法解释 这个庞伯怎么蹭蹭蹭往上爬 而且还爬到这个常德士副市长 既然讨厌县县县委书记这样的这个段位啊 挺牛逼的 刚才我问了一个老乡 应该是以前的常德士的市委书记 后来在湖南省租过副省长的 姓庞叫庞道木是吧 是他们家亲戚 他们家晚辈 朝中有人好作观 但是压贪钱太多 老庞早就退休了嘛 估计也是人走茶凉的 也保护不了了 这个哥们的年轻 七几年的 七二年的很年轻啊 结果就跳河死了 我就告诉你啊 无论你是有关系的还是没关系的 你在中共的体制下 你都是死无葬身之地 我告诉你啊 你以为你是谁啊 你啥也不是 你说薄一波 薄熙哪样牛逼吧 一样的行监狱啊 你说郭伯雄 徐太后当年江泽民 多么看着他 一样的行监狱 你保不了他 是吧 你说这个庞博小杂毛 真的是 我也搞不清 搞不懂他怎么就当到 常德士的副市长 兼陶冶县县县委书记 多谈良的有权啊 共产党的官又好当又不好当 你往上爬的时候 你发现这是 这是直挂云翻是济沧海 但是你倒霉的时候 你真的你就是 诸葛不如我告诉你 身不如死 死不如身 旁波跳河死了 我有点高兴 谢谢